激光激烈的人做不了农业,在牛的科学掩盖不过大自然。 找一颗种子容易,找一颗有生命的种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而经历过大自然的种子,是最有生命力的。 因为种子的生命是寄托于大自然的。 尾方的吹拂,细雨的滋润,阳光的普照,它们便有了活力。 从深深的土壤里的颗粒慢慢发出芽,从破土而出到找出枝干,找出叶子,它们一路走来,经历了风风雨雨,才有了新的成就。 要开出鲜花,孕育出新的种子,没有断定何时才能走出尽头。 没有生命的种子没有享受大自然文字的一切荣誉。 有生命的种子无人阻拦,它享受阳光与流露的权利。 而始终依靠化肥农药的种子,是没有生命力的。 没有生命的种子是孤独的,即使落在广卧的天地,阳光与雨露飞尽一切力气挽救它,可它失去奋斗的信心。 拖着僵硬的身子,疲惫地躺在地上,这个时候,农民只好用化肥农药来救它。 那怕它最后长成了粮食,但它的还是没有生命力的,它没办法一袋袋,依靠自然就可以传下去。 我们不能总是吃这样的种子作为食物,我们要找到找到一颗有生命的种子。 只有吃了这样的种子,我们的后代才会看如自然般发出一只只可爱的叶子,开出一朵朵鲜艳的花朵。 今天,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位新龙人给我们讲,当初他们在云南平在推广保护当地原种到你的故事。 再牛逼的科学也加不过大自然。 粮食粮人加粮田加粮种加粮法。 水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时,有四万多种。 现在据统计,只有一千多个品种,当品种越来越少,品种变得单一,种子数量也越来越少。 以前七十年代,家家户户都种常归道,家里股仓打开全是种子,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 现在粮仓里的粮食百分之九十,都不能留种,多种一亩原生种子,我们就多一分安全。 我们占世界百分之九地土地,却使用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的化费用,百分之四十的农药。 年年购买种子公司的绝育种子,研发了各类化费用,灭虫剂,除草剂。 动用一切科技人质跟自然抗争,遗憾的是,我们总是成为战贷者。 农业的本质,是一个关乎老百姓生老病死的行业,具备天生的社会属性,而不是商业属性。 做农业只能尊到而行,且不可背道而驰。 农业的道,就是回归到它的本来自然属性。 农业的发展规律,就是通过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,来构建人与人,人与动物,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 人类的繁衍生息,应该遵循大自然的规律,之所谓道靶自然。 十年前,第一次在村里推广生态农业,我们被嘲笑得体无完肤,种老品种。 不用化肥农药,那是要饿肚子的。 村里的老大哥不相信,这世上也还有不用化肥农药能种好的水稻。 老品种产量那么低,药它有什么用? 我们问,那老一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? 以前种自己流中的老品种水稻,也从来没什么化肥农药啊。 老大哥又笑了,所以,老一辈才饿肚子啊。 哈哈哈哈,你为什么偏要找老品种? 这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 那时候抱着对我们的一线信任,但心里又止不住打鼓的三姑老大哥,是种了一年的生态老品种水稻,年底把这么好的稻米,卖到城市市民手中, 他们发现,不仅饿不着肚子,这事还很可以干一番吗? 从那以后,品债的老大哥们,成立了生态种植互助小组,随后又发展为合作社,到现在都是来个年头了。 他们的老品种大米,在全国各地都有了支持者。 老品种也不依赖农药化备用,既保护生态,也对身体好,还传承了当地的稻作文化,一曲多得,真是好东西。 但老大哥们的老品种水稻种下没多久,真的就糟虫了。 其他村民已经把农药喷得热火朝天。 老大哥们急了,因为这个原因,不懂农业的,我们,就找到了云南私利生态替代技术中心。 从此,科研工作者就介入了老品种水的这件事。 我们跟私利臭围相同,因为他们也觉得老品种是个宝。 因为老品种是本地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,已经跟当地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,在抵御自然风险方面有独特优势。 就说这病虫害,有些老品种的抗性就很强,它的种植不仅不依赖农药化肥,有些老品种甚至是抗化肥的,用了化肥会倒腐,天生就适合搞生态农业。 而且,老品种更能适应极端性后,害老保收,没有现在的新品种那么脆弱。 这些真的震惊到我们了,我们只想到老品种是凭债老大哥们自己可以掌握的种子,不用依赖种子伤,我们看重老品种所代表的社会价值,但没想到,它还有那么多的好处。 我们和私利一起,策划了一些村里培训,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要搞生态农业,为什么一定是种老品种?我们自己也受教育。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,私利把传统品种,杂交种子,和其他种子讲得很透彻。 简单来说,自然界也一直在育种,只不过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。 而杂交种子是通过人工干预,把传统品种里面人类需要的那些特性凸显出来,比如高产,但为了保持这些优良的特性,需要不断地进行人工介入和培育, 否则它的后代会出现自然分离。 因此,杂交种子不适合流种,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种子。 而且杂交种子的优良性状,往往依靠更多农药化肥才能变现,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产量。 至于现在的种子,人工对自然的干预就更加夸张了。 比如把细菌的基因放到水道里,将水到抗酮,这种跨界的基因互换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 目前还有争论,但是有人总结了这种食品的五代引化,毒性,过敏反应,营养问题,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,对环境的威胁。 前面的都好理解,是直接跟人体有关的,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。 最后这个环境威胁,是说这种作物通过传粉,会发生基因飘移,对周边的其他作物产生污染。 比如,作物的抗除草剂基因,被周边的杂草接收后,就会产生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。 而且,这种污染是不可逆的,也就是说,没有回头路。 归根结底,杂草和其他的品种,都是以传统品种,甚至是野生品种的种植资源为基础,利用生物技术进行改良和培育。 也就是说,传统品种是杂草种子的爹妈,没有传统品种,高科技的种子都是无门之木。 现在科学界也开始看重传统品种了。 保护老品种,一方面对保护道种遗传的多样性,具有重大意义,另一方面更是保护国家水的优异基因货和种植资源。 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可得色了。 原来凭上老大哥们,干了这么一件立国立民的大好事,他们还不知道了呢。 老大哥们在城市里的支持者,之前可能也没有意识到,自己在吃上好米饭的同时,还能把立国立民的好事给做了。 我们后面又慢慢了解到,这基因种子,也是许多跨国公司控制农民的工具。 印度的科学家观察到,跨国公司从毫无戒备的农民那里,拿走了许多好的传统品种,然后进行基因改造,再注册专利。 结果,农民们种植组被传下来的老品种,竟然变成了侵犯知识产权的事,被跨国公司起诉。 这要找谁说理去啊?难怪印度的农民们,成立了种子银行,专门保护自己的老品种。 如何保留老品种? 在私立的引荐下,我们找到了一位任政府参事的老专家。 老专家也很认同老品种的意义,但当我们说起平常老大哥们做的事,他却一脸不屑,老品种自然有国家来保护,你们那些个小打小闹,不起作用。 一时,我们仅无言以对。 难道凭债老大哥们种老品种,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? 但私立的伙伴告诉我们,保留老品种最好的办法,不是将种子放在冷库,而是一年一年地种植、保育,让老品种活下去。 我们看印度种子银行的做法,也是让千百年来种植老品种的农民,成为老品种的守护者。 农民真是自己的种子,这比什么样的保护都靠谱。 我们问老大哥,现在种田年年都要去外面买种子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? 老大哥们想起合作是一个社员的妈妈,每年都自己种一点红米,说是怕哪天市场上没有种子卖了,自己会饿肚子。 以前老大哥们说起这件事总是会像那位老人家,但现在,老大哥们认真想一想,还真的有点怕了。 要不是他一年一年地种红米,我们平时的红米,可能都找不回来了。 没有农药化肥不会让我们饿肚子,但没有种子才真的会饿肚子呢。 后来,我们又找到了江西石城小秀村的老大哥和老大爷们。 这个革命老区的小山村,也有他自己的牢品种水稻,老大哥都叫不出名字了。 因为当地保留至今的稻田养鱼的传统,老大哥们就叫他鱼尖道,耕种两法一,不除草。 庄家人看不得杂草,于是除草就横行。 但我们的看法不一样,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作用,杂草也是。 草扎根土壤,会使土壤疏松,而死亡腐烂后,又会肥沃土壤,繁殖鸠引和树类。 所以,我们采用两次搬耕方式进行种植。 第一次搬,留15天,等草种子发芽,长出小草。 15天后,二次搬耕,将发过芽的杂草埋于田中,让温生菌分解。 这样土壤肥力就增强了。 耕种两法二,不施非忧。 种田不用化肥,也不用任何人出肥。 不施非忧,定不是对土地不投入。 而是稻子一稻干,蔬活以野草,落叶自然发酵菲也变成绿非忧,来恢复土壤活力和疏松土壤。 耕种两法三,不打药。 种植的蔬活,绝不打任何农药。 不打药,就是找回大自然本真的生物链。 田间有草,虫子吃草,一虫平衡害种,水到平衡杂草,实现土壤,种子,植物,昆虫,微生物菌,等多元生态的和谐共处。 平衡合作舍的红米,黑米,香米,和小秀生态种植小组的余间道,是村里的老大哥们,要去守护的老品种。 但他们都觉得,只靠自己,这个事也做不下去。 虽然不会饿肚子,但在家乡还是要过生活,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。 种老品种水到,要是不能解决老大哥们在家乡的生活问题,他们也没有持久的动力,去守护老品种。 在我们看来,这也有道理,毕竟老品种也不只是事关农民,只要城乡合作,市民支持农民,他们就会把老品种继续种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买赞了。